鸡汁 今天做麥煎金蠔 8隻 大約250克 蜜糖 多用些少 大約5湯匙 有芫荽和蔥 1粒葱头1粒蒜头1片姜 还会用一些炒过的芝麻 把芝麻洗净 这些金蚝有一个枕 是硬带 它会硬硬的影响口感 如果你请客的话最好撕掉它 如果你一家人吃饭没所谓都可以留下 清洗完的生蚝 用生粉轻拌一下 因为它还有一些污漬 先煮一下蚝 这是清水 可以放鸡汤 但是放鸡汤要小心 因为这些鸡汤会有咸味 稍后调味的时候 要减减咸味 这里有一个葱 一片姜 还有少许冰糖 放些洗净的蚝 放些蚝油 大约1-2汤匙 加入少许酒 如果想要颜色深一点 可以加入少许老抽 转小火煮10分钟 我现在已经转小火了 这个蚝也不适宜煮太久 煮到太久或太猛火都会爆 小火煮10分钟 把蚝夹起 蚝吹冷2-3小时 让它封干 蚝汁可以留在其他菜 煮一小时 不必烧得太猛热 因为蚝有点糖之前煮过 太猛烈会黏底 很容易焦 煎至金黄反转 煎至金黄反转 拿出来 下姜、葱头和蒜头 爆香后 炸大约半汤匙左右的豉油 绍酒1汤匙 加入之前的蜜糖 这里是5汤匙的蜜糖 蜜糖起泡时加入金蜜 现在,加入到水平 放入蜜糖 放入蜜糖 焦虫 炖到蜜糖 切好的葱 炒过的芝麻 上碟 这个碟上蠔好像不太漂亮 转过一只碟 先试一下 先试一下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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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酶 の瓣 金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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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